要说吃瓜杂瓜还得看猴爷 4月12日 德云社侯镇在社交平台发出一张照片 特别是看到侯镇的文案 不少网友直呼 猴爷不愧是德云社吃瓜第一人 毕竟侯镇总能走在吃瓜一线 每一次德云社人员热搜事件 都能看到猴镇杂瓜 特别是王九龙上热搜 猴爷直接要没收作案工具 可以说每一次机器猫的配图出现 都能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 吃瓜就跟着猴爷肯定错不了 这一路大家都不说话 不说话 我们各干各的 不是你开车你能干什么呢 听音乐 他呢 听鼓曲 别乱呢 不乱 是车厢里面同时回荡两种声音 还是有一个人戴着耳机 不戴耳机 他把音量也开大点 我把音量也开大点 要说德云社最豪横的 还得是猴爷 没给老郭的音乐关了 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虽然是德云社的司机 却从不停车 估计也只有侯震这个车队队长能做出来了 虽然是德云社的车队队长 但侯震敢公然在老郭身边玩手机 老郭也只能一边无奈的看着他 一边忍耐着自己的不满 要是让他拎包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侯震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 自然是因为底气十足 侯震如今名下有四家公司 同时也是麒麟巨社的最大股东 再加上有着侯震在德云社的正统地位 无人敢撼动 虽然他不经常上演出 但身为相声世家的他 相声功底自然是相当厉害的 特别是他魔改郭德纲的叫小番 连老郭都给他叫好 尽管侯爷在郭德纲面前非常的豪横 但在徒弟面前却很卑微 庄子健是侯老师硕果仅存的唯一徒弟 侯爷是非常的疼爱 就怕徒弟走 用郭老师的话说就是 侯老师对徒弟还是很孝顺的 庄子健是侯老师的最爱 硕果仅存的徒弟 侯震对徒弟还是很孝顺的 就怕他走 而庄子健对于侯爷也是110的疼爱 在清明节一早就给师父发信息 师父清明快乐 如此脑回路清奇的徒弟 估计侯爷当时内心的想法就是 这是我唯一的徒弟 侯爷的徒弟自然也继承了侯爷的豪横 侯爷在车上欺负老郭 徒弟在返场时霍霍老郭 一声声的诛叫让郭老师咬紧了后曹牙 没办法 这是侯爷硕果仅存的徒弟了 老郭也只能忍着说不得 只能在台上砸挂侯震了 幸亏侯震只剩下一个徒弟了 要是再多几个 怕是老郭真受不了 你们觉得呢